全世界最便宜的米其林二星餐厅 喜悦8号的招牌菜 菠萝菇老肉 你想要学吗 今天我们请到了他们家的总厨 简师傅亲自示范 炸顶板容易 炸顶板我只剩番茄酱 炸点醋 炸点糖 我就可以煮出来了 原材料简大厨选用的是猪的梅肉 用梅肉肥的不要 只要瘦的 搅拌蛋黄再加入生粉 开成蛋浆 接着就将猪肉 裹生粉的时候也要注意 上粉的时候一定要上得均匀些 否则炸出来就不利 拍完粉之后就可以炸肉了 这些油温一定要够高 起码150度 你老爸就用手指 你当然用筷子 用筷子放在油 如果气泡大 就证明它的温度够 你不要加筷子 一定要捉筷子 如果气泡可以的 你就拿起它 再等一会 油温就够高了 你可能不知道它熟不熟 你最安全就夹起一够 用刀剪剪开它 看看它熟不熟 就OK了 正常三到四分钟一定熟 接下来调酱 两大勺超市有卖的番茄酱 四勺白醋 两勺白砂糖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熟了 那你就不要关火 千万千万不要关火 一定要开猛火来捞 如果你关火才捞的 它的油会走进肉的里面 如果你开大火来捞的 油会逼回出来外面 里面是没有油的 平时吃到油炸食物 觉得油腻的重要原因 就是它们在出锅之前 关火了 记得大火大火煮沸 就可以你先试一试味 如果你喜欢吃酸一点的 那就不要加糖 煮沸了之后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 先拿少许生粉先 煮出来会帮小一点 再加少许油 调好之后就可以炒制了 倒入菠萝青红椒 让它煮久一点 请注意 这里是关了火之后 再放肉哦 简单几步 在家也可以做出 米其林餐厅的味道 赶紧转发给你身边 爱吃肉的朋友们吧 5 4 3 3 感谢观看